昨天25日,赌王和鸿燊迎来了自己的97岁大寿,但因为身体原因在医院晋升,赌王和鸿燊的家族庞大且关系不为复杂,他有四位太太,17个子女。 每年赌王的生日都是各房太太及其子女争承的修罗场,颇有非词工作,皇子真伪的感觉,因为和鸿燊各房之间的关系并不和谐,所以赌王每年生日都是和各房轮流着来庆生,尽量避免各房相见。 今年最先是为赌王庆生的是三房。 三太太陈婉娟和三名子女,今前在二十四孕,就前往医院为赌王喝瘦。 三太太接受采访,透露喝瘦身体挺好的,很精神,明天才是他正日生辰,因为今天轮到我们探望他,就早一天陪他庆祝。 关于今年怎么庆生,三房则准备了赌王最爱,并指定要吃的红菜头蛋糕。 三名子女还一起准备帽子、袜子等食用及保暖的礼物。 三房儿子和尤其还说,我们一般都是让姐姐专门订做一个蛋糕,然后就小庆祝一下就,好,只希望爸爸的身体可以健健康康就好。 三房本来还预先准备的食物,后来因为担心有细菌,所以不让赌王吃,蛋糕也不让他吃太多。 赌王在物质上什么都不缺,到了晚年最重视,那应该还是家庭温暖吧。 三房的庆生方式虽然平凡但是却很贴心,二房也在24日就为赌王庆生了,二太太蓝穷英常去加拿大。 现在跟赌王庆祝生日的一般都是二房的孩子们,每年赌王生日,二太太蓝穷英无非子女都会做慈善作为赌王的礼物。 今年也没有例外,捐出二百万岛元给公益金,2015年捐款和赵基石,这是和洪生的传统。 以前过生日时,和洪生都会向慈善机构捐款来作为礼物送给自己。 小巴觉得,做慈善来庆生真,非常有意义了,一方面做善事会会社会,另一方面为赌王基辅并保持和家正面形象。 2014年,而在赌王的生日当天,25日,是专属四房为赌王庆祝的。 不得不说,赌王还是对四太梁安琪更加偏爱,专门把生日那天留给了四太。 相对于二、三房来说,四房为赌王庆祝就高调很多了,生日当天,不仅四太和三名子女和尤军,和超英,和尤亨献身医院,还有赌王姐姐和婉红,也来为赌王庆祝。 小巴觉得,四房能叫来九十八岁的和婉红一起庆祝,真的一点都不简单呀,把赌王哄得开开心心。 场面玩圣爱,三房的感觉,而四房儿子和尤军更是在生日礼物上用足了天使,把自己人生中第一本着古书送给了赌王。 和尤军还高调的在微博上晒出全家福,祝贺自己的爸爸九十七岁生日,并表示我会一直努力。 做值得你骄傲的儿子,和尤军接受采访时表示,爸爸和红生对自己公司上市的是感到很惊讶,不是很相信的样子。 如今和尤军才二十三岁,自己的公司就已经上市,前途无可限量啊。 四太良安琪及其子女也一直备受赌王的疼爱,很多生意都交由四房打理了。 其中和尤军从小学习就好,而且常常陪伴在赌王身边,赌王一直很喜爱这个儿子。 不得不说,四房近几年的真的是出尽风头。 在上一年赌王生日的时候,和尤军在微博上PO出全家福和爸妈热吻照,并称救命啊,爸爸妈妈,你俩加起来都超过一百五十岁了,还撒狗粮。 对此,四太霍应,我永远爱赌王,送亲吻是每年的指定动作,儿子向我肉麻,我教他学习一下,这是何家的光荣传统。 今年四太也依然献上亲吻,相差三十九岁的老夫老妻热吻,确实很招人注意,每年赌王的生日,都可谓是一出大戏,看着好似很风光,也可能某些人已经身心疲惫了。 不少网友觉得照片中的赌王,好像提线木偶被拿来摆拍,相对爸爸和老公这两个身份,更像是他们争宠出风头的工具,已经九十七岁的赌王意识可能都不太清醒了,各方轮流来庆祝,应该也很累吧。 到了这个年纪,小巴觉得赌王应该更在乎真心吧,面对现在这种境况,也不知道赌王是什么心境,又或许早就心外悟了,最后,你觉得男王的近身方式比较好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